大家好 回来到只安座 我是Alan 今天又来到我们 穿搭投稿单元啦 如果你是新观众的话 这个节目 我们会透过Google表单 来收集各位的穿搭 不管你是有穿搭的疑难杂症 或是单纯想秀自己的帅照 都欢迎到下面的资讯栏投稿给我们 那我们会针对每个人 不同的问题 还有不同的风格 来给出相对应的建议 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好啦 那我们就差不多说 Let's go OK 那在上次的穿搭投稿 我有做了一个小投票 问大家想看 更多的穿搭 还是更深入的解析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整理出了 比较多 应该有10套的造型 但我也不知道影片能拍多长 所以能拍多少是多少 好 首先今天的第一位投稿 他名字叫做Jacky 身高180体重80 他还共上传了3张照片 都蛮有自己风格的 那在进入第一份投稿之前 大家应该有发现 今天的声音是不是听起来 特别有词性 那其实我想换一支 专业麦克风想很久了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是业配 是Sony 提供给我们这支 新的ECM S1 无线串流麦克风 哇 真的是心想事成啊 掌声鼓励一下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拿在手上也太轻了吧 很适合像我们录Podcast 或是玩乐器的朋友 都可以提供清晰高品质的录音 像我们影片创作者 最怕的就是录到各种 杂七杂八的噪音 而这支ECM S1 就支援两种降噪模式 NC模式可以减少环境音 而LC模式则可以减少低频 来达到更好的收音效果 好 我们现在来到户外 给大家听一下 现在是原始的声音 现在是开了NC模式之后降噪的声音 然后现在是开了LC模式降噪之后的声音 而这支麦克风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的无线功能 有没有画面非常干净 没有任何一条电线 不管是在室内室外录音都很方便 而且它还支援单向收音 全向收音跟立体收音 三种不同的收音模式 录影的同时还可以监看音量 随时避免爆麦 接下来的影片 我们都用这支ECM S1进行录音 如果是有在录影 录Podcast 玩音乐的朋友 这支轻巧方便的ECM S1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那就感谢Sony爸爸有请赞助 好 我们回到穿搭投稿 那这三道穿搭呢 其实都给我一种经典男装的感觉 光看这几张照片 就可以猜到它本身的身材应该还不错 可以撑起这种稍微合身一点的造型 像第一套穿搭 它就是用了一个双排扣的西装 然后用双折卡奇裤跟流速的乐服鞋 来做出这种休闲西装的造型 那第二套就多了一点军装工装的味道 我们会发现 Jacky她其实还蛮注重腰线的 就像这套穿搭 虽然是一个长版的上衣 但她都有加上腰带来做出上下半身的分线 所以整体的比例就会非常好 不过我个人觉得 这套的鞋子 或许可以换成高筒靴 会比较符合这种军工装的造型感 接着第三套就很有个性了哦 我第一眼看她以为是空手道服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懂这种上衣叫什么名字 所以如果有比我懂的观众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很有趣的是 她的上衣完全没有内搭 就是一个深逼来秀出她的身材 里面搭了一个项链 然后也用了一条皮带来显示出她的腰线 我几乎可以很肯定说 这一套穿搭绝对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但是用在她身上 我觉得整体的造型跟比例都很有自己的风格 所以很赞 再来第二份投稿她的名字叫做微薰 身高175体重65跟我一样 微薰上传了4张照片 然后她想穿出的风格是 主要还是舒服跟自己看顺眼 诶 这个态度我非常欣赏 第一套我觉得比例不错 上面算是一件短板的底特律外套 然后加一件破洞牛仔裤 鞋子应该是HOKA 全身的比例不错 但我觉得可以加入一些配件 像我能马上想到的就是各种墨镜啊包包 还有钥匙圈跟库链是跟这个风格比较搭的 但也不局现代这些 因为配件她是比较风格化的东西 接着来看第二套 这一套她就有帽子反戴 然后有项链跟裤子的抽须 所以整体看起来气节就比上一套丰富一点 第三套穿搭我觉得也是很简单干净 基本上没得挑啦 因为她的帽子跟上衣都有一些英文字 所以整体看起来不会太单调 再来第四张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套 上衣下白的部分 她要露出一块白色内搭来增加层次 而且她挑选的毛帽 这种短毛帽水冰帽的造型也跟整体的搭配很搭 整体不会太复杂 但从头到脚我觉得风格的统一性是很高的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份投稿 这位兄弟的名字叫Joseph也是一个朋友 她的身高体重175-70 然后想要穿出CD Boy的风格 那Joseph他本人也有在经营自己的穿搭IG 我就把她的账号放在这里 那她投稿的照片就是一个很经典的CD Boy造型 上面身蓝色衬衫 而且是长袖的 搭配一件黑色短裤 白脸的短颜帽 然后黑色的橱框眼镜 一个鞋背包 然后鞋子是穿Solomon的XT6 整体来看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 我觉得这套的领子可以再打开一两个扣扣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 这个领子要不要扣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那我个人的观点是 你可以从你的帽子跟发型来做判断 像如果你跟Joseph一样 是戴这种比较休闲的帽子或是发型 那你就可以开一两颗扣子来做出休闲感 那相反 如果你是留一个比较利落一点的油头 像很多日本杂志会做的模特造型 那你就可以把它全部扣起来来做出一个反差的休闲感 那这种经典的Sillyboy造型 如果你想再更进阶一点 你就可以在冬天的时候 里面加一件白色内搭或是高领 下摆的扣子打开几颗也可以做出一个A字形的轮廓感 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道穿搭 它的名字叫做小曹 身高170体重70 那它也是想穿出Sillyboy的感觉 但首先我必须说这个发型真的是太帅了 那从他投稿的照片 我觉得很多男生其实你有颜值或是身材匀秤 建议只要把自己打理干净 不用太复杂 像这样简简单单的穿衣服就给很好看 不过也看得出来 小曹他也是在配件上有下功夫的 包含了手上的饰瓶啊 戒指手链 还有他背的鞋背包 我觉得都是很加分的 或许戴一个渔夫帽登山帽 会比较有那种Sillyboy的感觉 再来上一根裤子的尺寸 我觉得也有点保守 你可以再穿的更宽更Long一点 好那接下来第五个投稿 他的名字叫库里 他上传了三张照片 身高170体重60 然后他想穿出New Vintage的感觉 那首先必须说 这位兄弟比我还会穿 所以我也没有太多意见能给了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位库里的穿搭 首先第一套穿搭就有非常多的层次 他在帽子上挂了一只墨镜 然后在林口那边 不太确定是内搭的衬衫还是薄围 反正就多了一个层次 身上饰品当然没有少 包含两条项链、手链、戒指 很有意思的是这道穿搭 他用了两条裤子叠穿 里面是一件黑色落地牛仔裤 然后外面又加了一个迷彩七分裤 这个穿法其实在国外的街头穿搭圈 算蛮流行的 但我不知道台湾人接受度高不高 我自己很喜欢啦 但大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可以在留言底下投个票 再来第二套相对简单 但看起来又没那么简单 因为他单品挑的好 首先是他的帽踢或这个连帽外套 还有他的工装裤都本身很有层次 然后很酷的一点是 他居然会用手机挂绳来当库练 那这个我自己也干过 不过这位兄弟我觉得做的很自然 而且整套穿搭 最后居然是用一双粉红色 还是灰色的AJ4来收尾 真的觉得非常有趣 再来第三套 他的颜色就比较大胆一点 算是一个相近色系的层次穿搭 除了破洞毛衣跟身上的背心 大家可以仔细看到 裤子的腰围也有绑一件衬衫 整体的层次堆叠跟比例 我觉得完全是高手级的存在 那他的投稿里又有问我问题 就是怎么买到真的衣裳很短的衣服 那我从你的穿搭风格判断 你应该有接收到很多国外的穿搭资讯 其实在很多欧美国家 他们就是直接自己剪 拿剪刀这样咔嚓过去 那再用心一点 你就可以花一两百块 去找裁缝阿姨帮你改短 改衣服其实没有那么麻烦 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好接着第六份投稿呢 他的名字叫Adorian 他的身高体重17268 上传了一张穿搭照 想要穿出暗黑风格的感觉 首先有注意到的是 他的鞋子真的很帅 是这种金属的跟鞋 加上他的牛仔裤 下半身就很有胖的感觉 那至于上半身 他文字里面写到是 寸衫加一件cardigan 但我只能看到一团的黑色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投稿的时候 能以站着的全身穿搭照为主 这样我们比较好去看到 像是身形啊 上衣的宽松度 还有衣摆裤长 这些比较重要的细节 不过我大致这样看下来 其实整套穿搭应该是好看的 这位兄弟他在选品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品位 所以虽然他自称是穿搭新手 但我觉得前途不可限量 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七份投稿 他的名字叫ROY 身高170体重58 他上传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问他想要穿出怎样的风格 他给我回答 我想穿出韩系精神小伙高阶风 欸不是兄弟 你这个专业术语 小红书看太多了吧 好啦开个玩笑 但不得不说 我觉得整套下来是好看的 而且ROY是我朋友 所以我很想出卖他一下 我不确定找不找得到照片啦 但是我看过他完全素颜 头发没有整理 也带着眼镜的状态 跟他这张照片里 那个帅度是差很多的 那这是我本人认证过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穿搭都是靠颜值什么的 有在用心打扮的男生 真的是可以帮自己提升好几个level的 内套扎进去 然后配了一件牛仔裤 一个类似骑士外套的造型 他的鞋子被截掉了看不见 不过类似的造型 都可以搭配最近很流行的厚底皮鞋厚底皮靴 那肉依在穿搭上的问题是 如何利用穿搭细节来优化头身笔 帮大家复习一下 头身笔指的是你的头跟整体身高的比例 如果以大众审美来说 通常头越小身体越长 长得越高就越实香 而优化头身笔的方式 其实有非常多种 我觉得重点列几个 像是上衣不要太短 挑选肉肩的款式 穿厚底鞋 把肩膀练宽 还要选两侧干净的发型 其实都可以达到效果 那详细的原因我就放在下面留言里 给大家做一个延伸阅读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往下滑 好 再来第八份投稿 哇 我发现做到后面很累耶 它的名字叫Kai 它上传了一张照片 它的身高体重17370 然后想要穿出城市休闲感 用简单的单品作为搭配 那看到这张照片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它被放到网路上 一定就会有超多的宣明说 这样也叫穿搭哦 没错啊 这个就是穿搭 很多人会把穿搭想象成 一定要很复杂然后搞很多的颜色多层次 甚至很多人都穿衣服穿出优越感 开始去酸别人了 但我这里告诉大家 素T加短裤 这么简单就可以叫做穿搭 那像这位兄弟一样 其实你光在出门前有思考上衣裤子穿什么 而不是随便抓一件 你就已经在穿搭了 当然好不好看另一回事嘛 那这位兄弟他有附上自己的IG 我顶力去看到 哇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艺术家 虽然不是穿搭相关的 但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观众 我就把他的IG附在这里 而且我也偷偷发现 里面还有其他账他的穿搭照 我觉得也都是很简单很好看的 最后凯的问题是 他一律衣服是不是越贵就越好 那我的答案是NO 因为我们都看过很多品牌 他东西很普通就贴个高价给你 但有很多人 他们可能只穿淘宝便宜的东西 就很有自己的风格 而如果你喜欢的是像照片这样子 比较简约的造型的话 那几乎可以保证 你想要得到更好的穿着体验 更好的剪裁跟材质 那就一定也多花点钱 而且这些细节 通常是别人不会注意到 就单纯买给自己爽的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投资 让自己开心一点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穿搭投稿第三集 大家应该是有看到 比较多套穿搭有过瘾了吧 最后如果你也想加入投稿 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不妨按赞订阅 然后在右上角可以找IG哦 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 Bye